不用做太多地图 想一站就叫幸福 眼睛的大在窗 无辜原来最后 日式无补补吃的你 买什么糊涂 心里内书 追你的情侦太残酷 都在你心里的温度 谢谢啊 谢谢呼一点才有人看到饭团 谢谢 有机会要紧握 我不会让你请你挣脱 我不用你征服了 我不用你征服了 谢谢谁们 谁名字型的猪子 谢谢 这首歌听完给你们唱吧 好吗 谢谢王牌的饭团 谢谢 那你们觉得我是 我是B跟C之间 我是B跟C之间 而且 而且我也没有特别大 刚刚好 谢谢王牌的竹子 谢谢刘帅的饭团 不是 谢谢刘帅的竹子 谢谢王牌的饭团 谢谢 我不 那我问你们 男生需要女生去征服吗 应该都是男生征服女生 而不是女生去征服男生吧 你们喜欢主动一点 对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如果说女生去追你 比如说我喜欢你 我去追你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女的很随便啊 这个问题我想不通啊 就是我不太会去主动找某一个男生 我觉得女生太主动是不是就是会显得很不矜持 男生会不会不喜欢这种太主动的女生 这个我想问你们 是吗 谢谢香姜 你个土豆的烤鱼 谢谢 不会吗 那就说女生可以追男生了 那我有个朋友 他是 呃 他 他的老公很帅 他姐 他们已经结婚了 他就是去追的他的老公 他老公就是他追的 我是个老幼条了 嗯 他就去追的他的老公 但是 而且他老公也很帅 然后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奇怪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那个什么 五个龙虾的黄管 五个龙虾的黄管 谢谢主旨 谢谢 看我怎么追的 他们说 女追 女追男 隔 隔成子啊 什么什么 他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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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还不错 身材还好 那个男的特别帅 他老公 那如果我去追你好不好追啊 你会不会就是 女生追男生的话 男生会不会也装金子啊 就是 好不好追啊 我如果我去追某一个男生的话 我就穿的性感一点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只知道男生喜欢胸大 然后穿丝袜的女生 然后我一直脚穿一个颜色的丝袜 好吗 哇 不是都喜欢丝袜女吗 那如果我去追你的话 是不是很好追啊 如果我去追你们的话 好 你收到了吗 你这么 你怎么这么慢呢 这么慢收到 那我去追你的话 是不是特别的好追 很方便追啊 就是 随便追追就能追到啊 那我得到爱情不是很简单 我只要喜欢谁 我去追他 不就很简单了 那我已经得到爱情了 没有 那怎么不算爱情了 比如说我喜欢你 然后我去追你 然后你让我追到了 那我不就得到爱情了 那不就是很简单 那我已经得到爱情了 那我想要的爱情 我追到手了 那就是我的 我就得到爱情了 这不是 这不对吗 这有不对吗 那怎么会是泡员呢 如果我追你 然后我追到了 然后那个男的 肯答应跟我在一起 肯定也是喜欢我呀 他不喜欢我 他干嘛答应跟我在一起啊 对不对 那怎么叫做泡员了 那是爱情 怎么是泡员了 我就想不动这个了 喜欢我的身材 身材也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啊 为什么喜欢我 不喜欢我这个人 喜欢我的身材 这个好像说不通 我这个 这什么道理啊 那如果说你们不喜欢我 也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只是喜欢身材而已 难道是这样吗 我虽然做 我虽然做主播 我也在跳舞 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做 呃 勾大别人的事情 我也不会去做小三 怎么做的 对吧 我自己条件又不是很差 我干嘛要去做小三呢 我自己能养活我自己 对不对 所以请不要那样说好吗 我基本道德还是有的 做小三多好 好个屁啊 其实我觉得 呃 很有 我觉得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要得到快乐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那就不是快乐了 对吧 你要快乐很简单 对不对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让自己快乐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你把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 对不对 你抢别人老公 怎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不就 这不是快乐 对不对 嫖顾 钱 他跳我的口音 我给你们跳一波吧 不给你们废话了 好吗 挑战适合我 不适合我啊 我觉得我很适合做老婆呀 我怎么不适合做老婆啦 我什么都会 对不对 吹拉弹唱 我都会 对不对 而且 而且我还很会带小孩 对不对 带小孩 还培训过呢 好吧 跟你们跳 我不跟你们扯犊子了 yes啊 好不好 yes啊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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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不是 我经历 我们的 我们的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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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最怕的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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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